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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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波德西今年9岁 走小学3年级 在这个我们就是讲 博主立方程 这里我们有一个例题 我先把它写下来 它就是 8X X乘 Y的一间导数 等于 5Y 减掉 X的二间导数 除以 Y的七间导数 这样子 可是有没有发现 这个什么都不是啊 可是 如果把它化解一下 你们发现 它就变成了 这样子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就是 波德西方程 我会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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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吃的的话 OK,PX和QX都是X的函数 然后N的话是许贝的数 然后这道题的话 有没有发现 OK,这个拿着 有没有发现我们就可以用积分硬质法 可是有了这个我们又要多做几步 这一步就是另 U等可以UVX这些都可以 这次Y当然不可以 X也不可以,因为这里有了 可是Z可以 所以就是1-N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继续做 然后到之后 我们就发现 本来这是不线性的对吧 看这道题是不线性 非线性的 然后等到这一步完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把它化解一下 然后就发现它是线性的 我来做一下 所以这道题我们把它化解成这道题 我们就能直接看得出不是波浪的方程 然后我们就用带路法 在这时N是等于7 所以你这里的话 可是因为它是这样 它有份母 所以它变成了Y的负7次方 所以一减负7就是8 然后Y就等于U的 1除以8分的 8分之1 然后这里 这样子的话 一阶导数就等于什么 我们就拿下来 然后变成U的-7分 8分之7 然后这里呈U的一间角数 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好 这样子 之后这个该怎么样呢 这里的话我们就 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要把一些东西 所以这里都是有八分之一对吧 可以 所以就变成 可是这里也有 所以还可以变成线性了 从非线性变成线性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几分音质法 就是IF 然后这个的话就得 复五 这样 然后就 这样 然后就变成了 这样之后 这个是不是真的相反 可是这里呢 这里变成了 放到这 所以这两个没有 X的 复五成方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在 我们就把这个 乘到这两部分 和这里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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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大梦 再来 一定 三步 再来 二步 再来 然後這裡的話,我們就兩邊都要提供 所以這個的話,就 這樣子 之後,就 這一步之後,我們就可以找到 U的人多少 等一下 要加戲 之後,這裡過去就 U的外就等於 外的八次方 所以 外八次方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裏 然後,這裡就 外就等於 这样子 之后因为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我叫正负 现在我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可是我们也可以讲这是我们的答案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答案 我们就验证 所以我们应该用哪个呢? 这个好,还是这个好? 虽然最好我们写答案的时候这个比较好标准 可是正如果我们验证的话 用这个做法呢? 我们又想正会怎么样? 负会怎么样? 还不如我们用这个正负 不要管 所以这里的话 我再把它写一遍,准备写错 现在我们几乎差点一千导处 就变成了 这样 然后在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写一遍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 这个的话 我们不能直接删出来 我们要看这里 所以我们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不这样子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来等于这个 这会有五个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 好,五,三分之五 可是这里 还少了个一 所以我们这就 如果这个先合起来的话 我们五个这个 还要在 这边 边的话 还要再剪掉 这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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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之后我们这个 把X移过来 就是这个 然后把这个移过去 就像这样子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两个就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我 这一个答案就是对的 这两个答案都是对的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结束 下次就是 谢谢大家 就是一样的